据民间传说 上吊的人由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会有很强的煞气 因此这种人死后 必须举行一个隆重的送煞仪式 由于吊死的人远远看上去像一个粽子 也被人称作松肉粽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台湾的恐怖片 纵邪之亏将 相传泰国的鬼师父 是贩毒者必须祭拜的谢灵 不慎接触者必将不得好死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老法师带着俩徒弟来到了一幢废弃的大楼 据说有贩毒者把鬼师父从泰国带到了台湾 为了防止鬼师父胡作非为 老法师带着两个宝贝徒弟前来捉拿鬼师父 三个人进屋一看 发现几个毒贩子已经上吊自杀了 老法师让俩徒弟赶快把这几个人放下来 小徒弟阿火是个天命之人 换句话来说 从娘台里出来就自带通灵的体制 因此阿火当场就被鬼师父给看上 老法师一看形势不对 急忙用毕生的功力把谢灵引到了自己的身上 从而救了阿火一命 老法师临死前把自己的护身符送给了阿火 希望阿火能够继承自己的衣锅 强妖除魔既得行善 鬼师父一看可不干了 猛的一发空就给阿火制造了一个幻觉 阿火以为自己勒死的是一个还没死透的毒贩 但回过时一看 发现自己居然把师父给勒死了 为了防止鬼师父再出来害人 阿火和大师兄把鬼师父的塑像 深埋在了一棵大树的下面 五年后鬼师父开始出来作妖了 黄毛是一个自媒体作者 经常会拍摄一些封建迷信的网友上传到网站 为了吸粉和流量 这天晚上黄毛准备去击凶宅现场直播 为此他特意花了一万块钱 请到了具有通灵体质的女主 希望能在直播现场把传说的邪灵遗宰姑给召唤出来 毒贩炮灰叔是专门负责送货的 老大把毒品交给他之后 让他马上把货给送出去 由于没有东西捆绑 炮灰叔顺手从水里捞了一根绳子 把箱子绑在了摩托车上 但他可不知道这根绳子曾经吊死过人呢 炮灰叔骑着摩托车前往交货地点 板道上就被鬼师傅给盯上了 被摔得晕头转向的炮灰叔 刚从地上爬起来 就被鬼师傅用超能力给控制了 会通灵的女主跟着黄毛等人来到直播现场 在他的召唤下 遗宰姑很快就出现了 眼瞅着女主被邪灵吊打 我们的男主阿火及时出现把女主给救了 阿火临走时 把师傅给自己的护身符忘在了现场 女主一看阿火不是凡人 于是借着还护身符的机会 想让阿火帮帮自己 因为他不想再看到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但阿火明确表示自己无等为力 女主骑着自行车回到家 看到自己那位精神有问题的小姨 正坐在餐桌前发呆的 原来那个送毒品的炮灰叔 正是女主的姨父 虽然炮灰叔整天对小姨家暴 但毕竟是夫妻啊 炮灰叔一直没回来 小姨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 自打父母意外去世之后 女主便一直跟着小姨生活 由于长期遭受家暴和生活的贫困 小姨的病情也是越来越严重 第二天一早 一吃瓜群众在大树附近 发现炮灰叔已经上吊则杀了 热心村民很快赶到了现场 奇怪的是 炮灰叔虽然已经挂了 但一直跪在地上不肯撑腿 阿火的大师兄施法之后 才把炮灰叔彻底摆平 按照传统习俗 像炮灰叔这种上吊死的人 都会有很重的煞气 必须举行跳钟魁送煞的仪式 才能避免伤机无故 但大师兄最近伤了元气了 因此只好带着侄子小胖 去找师弟阿火帮忙 自打五年前亲手勒死了师父之后 阿火的内心产生了巨大的阴影 虽然自带天兵 但他还是毅然决然的推出了灵魅界 阿火没有答应大师兄的请求 这可把大师兄给气坏了 骂得皆兴兴而去 停尸房里 女主的小姨一遍遍的呼唤着炮灰叔的名字 希望老公能跟着自己回家继续过日 由于嗓门太大 惹得街坊司令不高兴了 几个小铁门一打开 当场就把小姨给吓跑了 炮灰叔心不甘情无怨的死了之后 鬼魂很快就回到了家 可把能活见鬼的女主吓得不清 既然阿火不肯帮忙送杀 大师兄只好亲自上阵了 但由于前段时间做法师商的元气 大师兄这身子骨明显也会定不住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终于想明白的阿火找上了门 晚上九点 化妆成钟魁的阿火带着一帮人准备送杀了 按照规定 送杀的过程中不能说自己的名字 有人叫也不能回头 作为亲属的女主和小姨 则必须在门床上贴上符咒 大门不出二门不卖 但小姨突然在柜子里 发现了炮灰叔之前请回家的 一尊鬼师傅的塑像 这玩意留在家里肯定是个祸害 于是小姨不顾劝阻跑到了送杀的现场 得知消息在自媒体坐着黄毛 扛着摄像机也赶到了现场 并且还自往了家门 所谓送杀呀 其实就是把炮灰叔上吊用的那根绳子给送走 但是对警方来说 绳子却是炮灰叔毒品案的证物 因此送杀的仪式刚进行到一半 检察官带着警察就赶到了 不容分说就把那根上吊绳给抢走了 并且把参与送杀的人全带回了警局 阿火看出小姨已经被鬼上身了 她嘱咐女主回家之后 一定要用符咒泡的水给小姨擦身子 果不其然 小姨回到家之后就变得不正常了 女主用符水给小姨擦室 但是小姨像是被开水烫着似的 整个人变得歇斯底里张牙舞爪 小姨在屋里折腾了一会儿之后 被鬼师傅拽进了卧室 担心出事的阿火从警察局出来之后 直接赶到了女主的家里 当阿火利用法术推开卧室的门 看到小姨正打算伤掉了 三个人齐心合力 终于把身不由己的小姨给控制住了 此时小姨的三魂七魄只剩下一魂一魄了 如果想救小姨的命 那女主就必须要活得出去 随后阿火摆下了招魂打针 并手把手教女主如何利用方术拯救小姨 最后叮嘱女主 如果有人在背后教她的名字 千万不能回头 女主按照阿火教的方法 很快便进入到了灵界 她瞎悬梦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看到了正在胡血乱喊的小姨 当她正领着小姨原路返回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她死去老妈 在后面喊她的名字 此时的女主完全忘了阿火交代她的话 进不住转身看去 这下可上了当了 手腕上的红绳当时就断了 她营救小姨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企图自杀的小姨很快被送到了医院 刚好被来医院看望大师兄的阿火给撞见了 阿火看出来女主跟她一样 也是自在天明之人 于是便安慰女主不要过于的自责 说这都是电影的结构 黎明前的黑暗 主人公必须要经历的桥段 一直没有收到货的毒品老大开车 来到了炮灰书上吊的现场 他以为炮灰书是为别的帮派黑吃黑干掉的 当他拿着手机正在四周查看的时候 突然就被鬼师傅给蛊惑了 然后就被吊死了 接下来是自媒体坐着黄毛 由于这哥们在宋煞的现场 说了自己的名字 因此也被鬼师傅给干掉 为了防止再有命案发生 当地政府决定拔出那棵 经常吊死人的风水树 阿火得知消息之后 急忙赶到了现场 但是并没有能够阻止 大树被挖出来之后 有人在树底下发现了一个盒子 打开一看 里面正是鬼师傅的塑像 大师兄通过小姨在纸上的胡血乱话 分析出了鬼师傅的真正目的 原来鬼师傅打算把七位上吊者的怨灵 聚集在一位通灵者的身上 这样鬼师傅的塑像 就可以化为肉身降临人间了 收到大师兄的短信之后 阿火意识到 鬼师傅要找的通灵者正是女主 此时的女主在鬼师傅的引诱下 来到了一幢废弃的大楼 为了拯救女主 也为了捣毁鬼师傅的阴谋 阿火带着小胖也赶到了 接下来就到了正邪大PK的阶段 被鬼师傅上身的女主 先是捅上了阿火 然后又把小胖折腾了一路够 不过自带天命的阿火 也不是白吃饭的 为了拯救女主 他学了当年师傅的作法 把鬼师傅引到了自己的身上 然后利用残存的意识自杀了 阿火临死前 又把护身符传给了女主 不过事到这里还没有完 随着一股浓烟生气 鬼师傅终于露出了原形了 不过女主有护身符的保护 鬼师傅一时半会儿也没什么办法 为了彻底解决掉鬼师傅 阿火的灵魂化作中魁 指挥着女主把鬼师傅给劈死了 女主继承了阿火的衣钵 成为了一名大法师 本来以为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万万没想到 鬼师傅最终还是通过一个孕妇 化成了肉身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鸭精吧 吃妹王两妖魔怪 全是人心在使坏 平时行善多积德 才能吃上四个菜